哈嘍大家 今天的影片比較特別 要來看的是 Inwar的小短片 Partner in Crime 一開場的困騙就很有Feel喔 十二十年了 兩天 還要吃飯 那你還要吃飯嗎? 你還要吃飯嗎? 麵和菇 太大了 還要吃飯嗎? 你還要吃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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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基層小人民要來幹一大票了嗎? 他們兩個的化學反應真的越來越好 這小短片拍得很認真耶 打光打得很好 你會看這小短片 那 quê個 被喝喝了 或每個第一位 跟我們只是帶來越沒有人 嗯... 所以算是義賊嗎? 應該是他的 沒有人不知道 我有人在那裡 有沒有年紀 我的幸運 不確定 叫我 一天 請 沒有人? 他是不是喜歡對方呢? 嘿嘿嘿 嘿嘿 嘯 嘩 哇嘡 WARD的肌肉身材越來越好 赤 不覺得硬真的很適合這種渣感嗎 渣酥感 這剪輯也剪得很認真耶 其實 下不去手 因為產生了特殊的感情了 真的很認真耶 還用那個降真的手法 看吧 果然兩個人都有特殊的感情了 不然哪會這樣靠在肩上 她們沒有害怕 但我無法站在肩上 她們會回應我們 她們會發生甚麼事 她們沒有害怕 她們沒有暈倒 看鏡頭 看鏡頭 OK 看完了 欸 還有 欸 沒了 好 這部小短片其實是 Imar他們今天剛釋出的演唱會的預告 不過哇 真的 這部小短片他們拍得好認真喔 完全像是一出劇的仙導預告一樣 就是有很完整的劇情 然後也已經有很完整的氛圍的烘托了 就有點像是王命鴛鴦的那種感覺嘛 這兩個人 他們有沒有認真考慮要把他拍成一部長劇啊 因為其實是我蠻喜歡的一對泰國的CP 剛開始看他們的時候會覺得 兩個人的化學反應有點差 因為演技差的有點多 現在回去看他們剛開始合作的時候 我還是有這種感覺就是 這兩個人當時的演技也差蠻多的 很明顯哥哥的演技也好一點 其實CP兩個人 如果兩個人的演技落差太大的話 是會出現斷檔的 就會讓人覺得 一個把球拋出去之後 另外一個人接不住 就會給觀眾覺得 這個化學反應不是很好 所以像哇的演技那麼好 一個人演技好真的是不夠的 一邊拋球出去 另外一個人也要能夠接得住 所以剛開始才會讓我覺得 他們兩個的化學反應好像沒有好到那麼好 雖然長得很好看 但是看劇的時候 觀音體驗不是很好 有點讓我出戲 有點看不進去 不過後來 音的演技有進步 也漸漸比較不會有接不住 WARD的戲的感覺了 兩人的化學反應也越來越好 也沒有想到他們兩個CP的戲劇作品 居然能夠二大三大四大 而且除了BLG之外 他們不是還去涉獵恐怖電影嗎 雖然我在網路上找不到這部電影要在哪裡看 好啦 總之我很喜歡這對CP 只是我有一點好奇了 就是當初為什麼會想讓音來演年上啊 就是我覺得這對一看就是年夏呀 啊事實也是年夏呀 就是硬的年紀比較小 WARD的年紀比較大 那年夏公他不想嗎 為什麼非要讓音來演學長呢 這我就不太明白了 不過沒有關係 這對甜就對了 嗑就對了 他們兩個其實最近也就是有了自己的一個新頻道嘛 就是這部影片發布的那個頻道 雖然這個頻道好像不只是他們兩個 不過也可見就是他們兩個的合作越來越多了 就是CP粉的福利 也祝福他們兩個在事業上跟在業務能力上 都可以在穩定中慢慢的進步這樣子 好啦今天這部影片看到這邊 我們之後見 掰掰